来台深耕有一甲子的花旗银行 喊卖销金业务 到全联赤下法商欧尚和润泰集团的大润发 96%的持股 一时之间 外商服务业撤离台湾的气氛很浓厚 这媒体跟业界都在打探说 这到底是为什么 消费者和相关的从业员工 则是关心自身的权益会不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 外商服务业一场撤离台湾的剧本草就开眼了 从麦当劳到外商保险公司纷纷打退堂股 撤离背后的原因跟结构面虽然是各不相同 但是相同的是 这些外商都不愿意在台湾继续砸大钱了 至于说吃下外商股权的本地老板们 他们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随着数位科技不断的催化服务业 近年来 这个跨国服务业 由重资产转向轻资产 而且不断加重数位科技在服务体系的趋势 是越来越明显了 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麦当劳 早在1940年 由麦当劳兄弟在美国加州成立的这一家 全球连锁数十业的龙头 经过经营权几度益主 还有转型之后 在2015年在当时的CEO 伊斯特·布鲁克的决策之下 决定出售亚洲业务 从总部指引体系 改为是特许加盟 这当时这个消息传出来 麦当劳要撤离台湾的震撼 绝对不会比花旗银行 要出售台湾消金业务 这样震撼来的小 过了两年2017年麦当劳 就以51亿台币把经营权 转手给养德集团第三代的李昌龄 还有信义房屋创办人周俊吉 他们所共同成立的一家公司叫德裕 那正式退出了台湾的经营权 养德集团旗下是有士林电机 还有薄冰饭店 一大堆产业 这个周俊吉一辈子搞的就是房地产 他们共同的背景都是土地重资产 那接手麦当劳除了看上这个现金流的金流生意之外 我想房产开发当然也是另外一个瞄准的目标 过去不是有句话说麦当劳开到哪 这个房价就涨到哪吗 果然德裕在今年5月就砸下1.3亿 买下高雄凤山顶凤路 麦当劳现在目前所承租的店面 是由房客变房东 打破了数十页 向来是只承租店面 不自产这样的特性 同样的最近另一起轰动的诟病案 就是身家千亿的林敏雄 吃下了法商欧商跟润态集团旗下 大润发96%的持股 林敏雄从房地产市场起家 这个原力建设是主攻豪宅市场 就是他的起家生意 那全联全台上千家门市 遍布各重点商圈 这当然是需要懂得区域发展的 房地产市场的经营团队 所以林老板从地产进入流通业 也是另一种忠效 其实外商有领先全球的技术跟系统 但是老外玩不了的是本土集团 结合消费还有金流 还有土地资产这一套 这个老外眼中单纯经营的 零售流通业还有数十业 但是看在本土集团眼中 更是多了商圈繁荣之下的土地 还有房产开发的利基不是吗 润泰集团尹老板旗下 这当然也少不了房地产生意 虽然他跟欧上先是 卖出了部分中国大润发的股权 接下来再几乎出清了 台湾大润发的股权 但是他却是成功转进了 更大的现金生意就是寿险业 南山人寿今年前9个月税后 就大赚超过500亿 这创下历史上最佳的获利成绩 尹老板2011年以21.6亿美金 从美国国际集团AIG 手中吃下了南山人寿 目前这家寿险公司的总资产规模 高达5.2兆 是台湾前三大的寿险公司 看来尹老板这笔生意 真的是做对了 而且太划算了 外商不要的生意 在本土财团眼中 却是个good business 说到外商保险公司退出台湾市场 当然也不是只有AIG一家了 去年保德性以55亿台币 卖给台心金 这算一算了 已经是第11家外商保险公司转手了 从最早2008年 荷兰IMG集团 以195亿台币 转卖安泰人寿给富邦人寿之后 2009年有保存的业务员的通路 以象征性的借口 转卖给中寿之后 又有全球 南山 大都会 纽约 宏利 英杰华 安联 苏黎氏转手 这些受险公司转手共同的理由 都是总公司不愿意再继续增资台湾 再加上缺乏银行的通路资源 没有金控忠效的利基 你是玩不赢本土保险公司的 至于1965年来 就在台湾设立分行的花旗银行 从弃金起家做到销金 去年的税前盈余将近100亿台币 这并不是不赚钱 但是出售台湾在内的 亚洲13个区域的销金业务 是美国总部的决策 之后的花旗银行 将是留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弃金业务 至于说要不断砸钱 跟支付庞大人事成本的销金业务 那就留给本土金融业者去拼战了 总之 生意没有好不好 只有赚不赚钱 那就看利基在哪儿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帐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 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